屌营 哇 好性感 這句好輕鬆哦 謝謝 掌聲 而緊接著演唱會的第一波高潮 電臀30秒就要來了 大家的眼睛可千萬連眨都不要眨哦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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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其實最主要的那個 purpose 不是說我要報復你 只是可能因為這件事情造成的影響太大所以大家就覺得是不是要報復 但其實真的不是 你小豬那個範圍是全世界的嗎 我不清楚 那你微博有說就是你覺得小豬配不上他 你能夠講一下概念 就是我覺得身為一個不管是閨蜜還是身為一個女生 如果是女生的立場感同身受的發言 因為周兩星之後他會有接下來的爆料嗎 不會阿 就是沒有接受到這種資訊 哭訴他的委屈 其實他是一個很正能量的人 他不會記得他不開心的事情 他只會記住他好的事情 對 就是他比較正能量 我們私底下不會就是一直抱怨自己的生活 我們都是分享就是 誒今天去吃什麼很好吃啊 然後我跟他說 誒我看到哪一片我會喜歡這樣子 他說替我謝謝就是媒體這麼關心他 對他現在就是陪家人 然後生活過得很好 嗯 他在那邊打電話嗎 他在北京 嗯 有點像約疫情之後再檢驗之類 我們本來每一個月都有計畫要出國 就是旅行什麼的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應該 疫情好的團團就會走 阿虎要不要來救我 一起吧 一起坐 一起坐 一起坐嗎 上次 你有參加過 就是小豬的派對嗎 什麼派對 就是很多奶妹的派對嗎 沒有 沒有 沒有被收藥 沒有被收藥 想收藥是不是 如果今天有藥主 我們應該會去 大家還是好朋友吧 我覺得不會因為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就 刻意做什麼 舉動 這事情我們都不知情有這些 東西 其實那是不知道的 對啊 但我實在很緊張 關他說錯了 你感受到我的感受了吧 有沒有加入這樣 過人運動 我不太會跟他聊這個 就是 就是有沒有 我其實都 不是很 在乎 就是因為不是我的事情 你跟他的互動 不是會聊美的 聊那種 就是男女生的那種 性愛什麼 不不不 我從來不聊 我很保守 高端的食材 往往只需要採用最樸素的烹飪方式 4月25日 在羅志祥事發之後 圈內已經有不少人出來或明或暗的發聲 相比馬融 張瑜奇等人的暗讽 田富珍和吳宗憲的言論 則看起來更加明顯的對羅志祥表示支持 吳宗憲作為羅志祥的多年好友 在羅志祥和周陽青分手事情出來之後 也是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表示羅志祥這次並不是全錯 可能是年輕玩心還很重 另外從畢竟九年感情嘛 不能給祝福 也不用給詛咒這句話來看 顯然吳宗憲也是由暗讽周陽青的意味 畢竟周陽青寫下的長文對羅志祥控訴 才有了大家熟知的真相 田富珍也是轉發了一位醫生發文 表示贊成醫生的說法 雖然醫生在發文中有表示自己沒有聽小豬 但是從他的文字中看 顯然是因為小豬和周陽青的事情所發的感 開 如如有恐怖情人的說法 當然從中立的說法看 該位醫生是就是論事 並沒有直接的指出誰對誰錯 但是有不少網友理解為羅志祥交友網絡審判 這樣一來就有支持羅志祥的意味 從以上兩位圈內人的觀眾中 多少可以看出他們對羅志祥事件的支持 並沒有一錘子敲定他就是大錯特錯 而是包含了原諒的成分 只是玩心很重 恐怖情人等等的說法 並不能很好的服眾 歷經伴隨爆料的產出 羅志祥的渣似乎已經很明顯了 對於羅志祥事件 馬榮和張瑜企可能看法就比較深刻了 畢竟他們都是有被另一半傷過的經歷 所以兩人在施發之後 都在或明或暗地諷刺羅志祥的行徑 表示了他們的憤怒 馬榮的直截了當和張瑜企的剪張瑜腿 陳學東的男人都會犯的錯 可以看出diss羅志祥的還是在多數 就在眾人各種吐槽時 羅志祥本人發生疑似承批腿一時間 他表示相戀九年期間分分合合很多次 自己做的不對的地方會檢討 很多事情不是直言片語 可以說清楚的 很感謝兩人相識相戀的這段人生 不後悔和周陽青戀愛過 其他事情不是直言片語 能說清楚的不做解釋 這句話讓人可以理解過 承認了自己劈腿的事實 至於周陽青所說多人關係是否是真實 那就真不懂了 這份抱歉雖然誠意滿滿 但極少有人接受 畢竟周陽青所爆料的內容實在太近爆了 誰也沒想到羅志祥會是這樣的人 事實上 羅志祥的行為也讓他身邊的好友都看不下去了 周陽青好友發文稱 兩人最初在一起時 周陽青就無端遭到各種謾罵 身邊甚至連一個關係好的異性朋友都沒有 可羅志祥卻是一次次劈腿出軌 面本加厉本來是大家心中的偶像 現在卻是可悲的戴著面具活了這麼多年 賭王女兒和超連也為何超連發聲 稱你經歷過的我也經歷過 我知道那有多痛 周陽青則是第一時間回复他 你現在收穫了幸福 我以後一定會好的 正如周陽青回复的那樣 他以後會好的 周陽青在Instagram又將分手信發了一遍 並在結尾多加了一句 終於不用為了你看懂 一直打繁體了 不知道羅志祥的事件之後 大家還有沒有原諒他的可能了呢 畢竟這次已經不僅僅是網友層面的吐槽 很多藝人都紛紛加入其中 不知道接下來我們還 可以吃到什麼大瓜